好,可以了嗎? 拜拜 可以 就回機場三跑的問題 人民力量今天給了一封信財政司 表達我們對三跑法律技術上的條文問題 但在講條文之前 我可以解釋一下現時機場的問題 有些人家的說法 現時三跑是只有半條跑道 其實半條都沒有,只有四分之一的跑道 一般機場的起飛 你可以升和降 設計上各佔一般百分之五十 同時升降可以向不同方向 香港的機場可以從澳門西邊來 或者降落從東邊來 有兩個方向都可以升降 是有四個方向 即是向東邊升,從東邊降,向西邊升 或者是從西邊降 有四個方向 但是三跑是只有一個用途 就是從西邊降落 即是四個的可能性 即是東、西、升降 有四個的組合 但是它只可以從西邊降落 所以這個對任何跑道的使用 都是打很大的折扣 我相信全世界沒有一個跑道 特別在2000年設計的跑道 會用四分之一的可能使用的模式 所以這個做法可以極為凳絕 亦都是極為浪費金錢 我講講關於有關機管局的借貸問題 這1400億 因為機管局是一個法定機構 是透過立法的條例 是授權機管局去進行某些工作 那條例寫明的 而也都關於財政安排方面 是有協議規定機管局 有關動用財務方面的問題 而使用金錢作某些發展 某些情況上都要財政司批准的 財政司批准是基於這個立法會 特別財委會通過某些議案 而這些議案是授權財政司 去進行有關的財務的管理 或者是授權機管局 進行某些財務的安排 那大家如果記得 當年建機場的時候 這個十大核心工程計劃 總共花了1600億 有些人家的說法就是 1600億只是起機場 1600億是包括機場 加清馬橋 北大魚山幹線 中環填海 是總共十大核心工程計劃 致死了1600億 那你現在只是一條跑道 即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可能使用 已經花了1400億 當年中英 大家如果記得 當初這個港英政府 說要做這個機場 要花一千多億的時候 當時中方是極力反對 和表示極力的保留 那立法會也多開很多會 政府是提供了很多財務的資料 包括機鐵的長武安排 機場的長武安排 融資的計劃 等等這樣的方案 而當時也是透過立法會撥款 進行這個機場的興建 和有關成立機管局的 我自己理解 我絕對不相信 當時授權這個機管局 和授權財政司 有關這個機場的發展 是可以棄去到 加下機管局 可以花1400億 而借貸絕大部分 而可以有這樣的 即是預早授權的 所以我們給信財政司 就要求財政司 我們今天剛剛給了一封信財政司 就要求財政司 向公眾公開解釋 究竟基於哪一個的條文 財政司是獲授權 可以批准機管局 可以無需經過立法 即是究竟先前哪一個授權條文 可以給他這樣做 因為我自己認為 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授權 因為基本上資不抵債 機管局現時的資產 我相信都未必有1400億 你即是說要政府擔保 你要政府擔保 一個數字是超乎機管局的經濟能力 先前那時也沒有講第三條跑道 你究竟基於哪一個授權 可以這樣做呢 我們今天給了一封信財政司 希望他能夠公開清楚解釋 這個權力的問題 今次政府是事在必行 亦都是一意孤行 要繞過立法會 是要興建這個第三跑 其實一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 很多市民都是表達強烈的不滿和反對 甚至一些前的官員 都有很大的意見 亦都問究竟立法會可以做到些什麼 其實都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 是可以盡量做去搞清楚這件事的 我們現在這個是第一步 亦都希望政府 你雖然現在這樣做 你說是他招自己的基本局去還錢 但是因為是香港政府去擔保 就是全港市民背的這個數字 如果他招他的經營能力還得到 那怎麼辦呢 最後也是全港市民要去分擔這件事了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這個基本局條例第483章 基本局條例第29條1A 清楚說明立法會或立法會財委會 可不是直決議 即是這個授權決議 授權財政司司長 就管理局或附屬公司的財務事宜 及管理局或附屬公司 妥為執行 妥為執行 或完成管理局或附屬公司任何法律責任 或義務的事宜 作出發出或定立關乎上述 所有或任何事宜的承諾保證及其他協議 所以這個條文呢 先前如果有授權的 就希望它能夠清楚列出來 如果它沒有被獲授權的 就絕對沒有這樣的權力 去進行這個財務的安排 好嗎 OK 謝謝